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忍不住劝说道 人的命天主定 生死不由人 挤挨吧 别哭坏了身子 早点回家 我爹哪里晓得这是个哭丧鬼啊 还以为这女人死了家人呢 我觉得有点奇怪 这段路是我老爹回家经常走的路 我呢 也走过很多次了 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 我爹见的女子没有答话 觉得有点奇怪 就接着问道 你家人呢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那女子不答话 反倒是哭得更伤心了 数数落落 鼓舞盈盈的哭声 直往人心里面转 听得身上一阵的直起鸡皮疙瘩 我不禁皱起了眉头啊 心想遇到哭丧鬼还是很麻烦的事情 能不招惹那咱就不招惹吧 于是我一把拉着我爹说 走吧 别管了 我拉着我爹打算从旁边绕过去 谁知道刚走了两步 忽然觉得眼前一花 抬头一看又是一道白影挡在了面前 手里面拿着哭丧棒 不过这个白影好像是个男的 我大吃一惊啊 他奶奶的怎么又冒出来一个哭丧鬼 一个哭丧鬼已经很难缠了 两个哭丧鬼这可如何应付 这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我爹吓得猛人的往后一死位 我一声不吭 拉着我爹转身往另一边走 今晚遇到了麻烦 我不是不敢动手 而是担心吓到我爹 他毕竟是个普通人 所以三十六级走为上级 可是我们刚走到另一边 那个白衣女人又拦在了我们的面前 就在这一瞬间 我忽然看到他背后站出了三个哭丧鬼 手里拿着哭丧棒 低着头阴沉沉的挡在我们的面前 我爹已经吓得不行了 他一声不吭 浑身是哆嗦个不停 我盯着眼前 白衣女子一下子活了 我好歹是个修行的道士 你们这些东西不给我让路不说 还处处挡着我 难道真是以为我怕了你们不成吗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挡我的去路 那女子一听我这话也不哭了 只是低头不语 挡着我的路就是不肯让开 甚至还非常可怜的样子 冤有头 债有主 我跟你们无怨无仇 你拦着我们做什么 我耐着性子又问了一句 那女人把哭丧棒往地上一戳 低声说道 冤有头 债有主 我们拦的就是债主 本以为这些哭丧鬼 是在这里屋里取闹 听了这女鬼的话 我顿时一惊 难道他们是专门来对付我的 我和你们有什么冤仇啊 谁让你多管闲事 那白衣女人忽然发出了一声尖厉的嘶吼 猛人的把头抬了起来 露出了她本来的面目 一张腐烂的脸 坑坑哇哇 臭漏肮脏 连眼睛上都爬满着蠕动的蛆虫 这种形象实在是太罕人了 顿时把我爹吓得猛然往后退了一步 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我并不害怕 因为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个女鬼不是别人 这是白天黄武真在药店里面教训过的那个女鬼 黄武真把他们教训了一番 放了他们一条生路 本打算过几天超度他们 没想到这个女鬼这么大的怨气 竟然找到丧家 加持了丧妓 化成哭上鬼来寻仇 不过她不敢去找黄武真 却是来找我的麻烦来了 你想干什么 黄道长让你们去朝生 本是一条生路 难道你生路不想走 想走死路 我立声贺问 我们要报仇 谁让你们多管闲事的 那女鬼说着 立叫一声 就向我扑了过来 我见这女鬼来势凶了 顿时也不敢大意 立即是口念抓鬼爵 一把掐住了那女鬼的脖子 那女鬼被我掐得发出了野猫一般的惨叫 是凄理之急 说实话 我都被她这一声大叫给吓了一跳 因为听师父说过 这种哭丧鬼非常的厉害 我不敢心存怜悯之心 尽管那女鬼叫得很是妻子 可是我手中的劲道是不减反增 手里面一用劲 那个哭丧的女鬼整个就消失了 瞬间在我手心里面缩成了一团 其他三个男鬼见识不妙 转身想跑 我一看立刻追上去 几把就把他们抓在手里 连叫都没来得及叫上一声 就被我捏得是无影无形 连我自己都感到有点惊讶 因为我很长时间没用过抓鬼手了 原先使用抓鬼手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厉害 也可能是我的修为见高 使出的威力也不一样 因为同样的法术不同修为的人使用的威力是不同的 其实我抓鬼的过程在外人看来并不精彩 因为普通人看不到我抓鬼的过程 所以我抓完鬼之后 我爹还没缓过神 因为在他看来 我只是绕在前面跑了一小圈 那四个鬼影就全都没影了 小兵你把那些脏东西给赶跑了吗 我爹是又惊又喜的看着我 我咧嘴一笑 哼在我手里面捏着的 啊在你手上捏着 我爹吓了一跳 猛人的往后一退 见我笑嘻嘻的又感到十分好奇 大着胆子看了看我的双手 果然见我攥着两个拳头 猪人是不敢吭声了 爹 别怕 这些东西都做不了怪了 我们回家 我爹听我这么一解释 这才放了心 但是一路上他却不敢说话 直到回到了家里 打开屋里的电灯 他才是心有余悸的说 小兵啊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 总不能一直攥着双手吧 我笑着说道 哼 好处理 你去给我找个酒瓶来 装点清水 我爹一听 连忙跑去找了一个啤酒瓶子 装了一瓶清水 放在桌上 我两手都抓着鬼 一时呢 也疼不开手 就跟我爹说 爹 帮我一下 用五色线 把瓶口给封住 五色线什么的 都是我平时做法的工具 我爹呢 也知道放在哪里 他连忙的 拿出五色线 在瓶口上绕了一圈 把瓶口给拴住了 我旋起左手 对着啤酒瓶子 捏了几句咒语 慢慢的松开手掌 酒瓶里的清水 忽然冻了起来 然后又把右手 对着瓶口 捏了几句咒语 慢慢的再松开手掌 酒瓶里的水 动荡得更厉害了 哎 酒瓶里的水 冻 冻了 我爹非常好奇 我笑着说道 哼 这些东西全部困在酒瓶里了 明天把他们交给黄道长 我爹看的是 沉默结舌 好奇至极啊 因为我从来没在他的面前 表演过抓鬼 其实呢 这不过是一种 非常常见的困鬼术 也有人叫做是水牢 就是用特殊的法术 把鬼魂阴灵 囚困在水瓶里 使其呢 不能作恶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瓶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第二天 我把庄者 四个小鬼的啤酒瓶子 递给了黄武真 黄武真定睛一看 是吃了一惊 啊 你怎么把这几个东西 又抓回来了 嘿 不是我要把他们抓回来 是昨天晚上 他们挡我的路 要找我的麻烦 我只好把他们又请回来了 你看这处理吧 这么大袋 竟敢找你的麻烦 黄武真仔细看了看 那啤酒瓶子是大吃一惊 因为瓶子里面的清水 已经变得是浑浊不堪 水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一样 是爬来爬去的 用肉眼都可以看到 因为小鬼是很脏的 所以才通常被称为是脏东西 这可不是随便说的 他们的确是污秽之物 把他们装起水瓶之后 瓶子里面的清水就会被污染 哎呦 力气很大呀 黄武真看着酒瓶子说的 我笑嘻嘻的说 是的 的确力气很大 装在瓶子里面都不老实 就好像螃蟹一样 黄武真看着酒瓶有点为难呢 哎呀 现在还没办法超度 那就把他们再关几天吧 力气大的怨鬼不宜超度 所以民间只有横死鬼 没法超度的说法 因为横死鬼觉得自己死得太冤 正活得好好的忽然就死了 正在办的事情 没办完就搁浅了 要得到的没有得到 要享受的没有享受 所以各种的不甘 对杨坚有太多的执着 还有留恋 但是杨坚又回不去了 阴坚他又不愿意过去 所以就化成了厉鬼 专门害人 扰乱杨坚的秩序 这种厉鬼 其实并不是不能够超度 但是要化解他们的力气才行 化解的方法有很多 最直接的就是满足他们的心愿 有仇报仇 有缘保冤 这种化解方法是非常好的 但是却难以实现 因为横死鬼不一定都是冤死的 已有自己的责任 他死了 让别人给他垫背 那是不可能的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冤死鬼的仇家 寿命没到 虽然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拿人家没办法 因为人的寿命是天定的 到时也得按照阴阳记的规矩办 不能够随便杀人 除非他们去搞阴状 阎王老爷查了功德簿 发现确实是罪大恶极的 可以减少他们寿命 但是也不能够立即要了他们的命 所以我们一般化解厉鬼 都是苦口婆心的给他们讲道理 劝他们放下仇恨 投本心声 如果不听劝 那就没办法了 法力强的就强制超度 法力弱的 只好把厉鬼囚禁上一段时间 等他们没那么大力气了 再行超度 无论多么凶猛的恶鬼 一旦囚禁起来 大部分都会服软 所以把他们装进水瓶囚禁起来 也是化解他们力气的一种手段 我见黄武贞收下了酒瓶就笑着说道 哼 怎么超度我就不管了 反正我交给你了 我最烦的就是做超度这种法事 因为要整天的念经 除了吃喝拉撒 就是念经 所以我非常的厌烦 也可能是因为我太年轻的原因 耐不住那种枯燥乏味的程序化工作 黄武贞威威一笑 小事一装过几天 我就把他们打发了 药店的生意依然兴旺 天天都是顾客迎门 一晃呢 就是半个月过去了 这一天上午天气有些阴沉 不大一会儿就起了一阵风 接着是风雨大作 噼里啪啦的下起了暴雨 药店的人顾客们很快就都散去了 就剩下了我爹和黄武贞还有我三个人 我们难得清醒的平时都很忙 猛人闲下来就想打瞌睡 于是黄武贞就躺在我平时坐的那个翘翘椅上 悠哉悠哉的扬起了神了 我爹也爬在柜台上面就打起了瞌睡 爹 要不你去后面房间睡一会儿 反正现在也没客人呢 我爹打了个哈气说 哦 那我去瞇一会儿 这会儿是真没精神 我爹走了之后 我见这会儿没有客人 干脆往旁边的长沙发上一躺 也闭目阳神了起来 之前的药店生意非常清淡 黄武贞来坐诊之后 药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好 生意太好 这人就累 我们整天是忙得连轴转 我本想闭目阳神 却不小心真的睡着了 我正睡得香甜 忽然听到一阵的吵闹 我还以为是在做梦 忽然听到黄武贞核桃 哪来的鬼祟 还不快快伏法 你又是哪来的妖道 竟然在这里冒充大半算 我一听呢 居然是个女人声音 顿时大为惊喜 某人睁开眼睛 顿时大吃一惊啊 原来黄武贞被两个年轻女人给团团围住 一个女人穿着性感 一手插腰 一手指着黄武贞 正和黄武贞在那对骂呢 显得是十分的泼烂 另一个女人打扮略显保守 看起来是短装秀丽 但是也不示弱 我仔细一看呢 这两个女人竟然是小红和小娟 黄武贞在两个女人围攻之下 伸出剑指 在眉心上一抹就要动手 我一看是大吃一惊了 黄武贞已经起了杀心 我急忙上去一把抱住黄武贞说 黄道长 切磨动手 这是自己人呢 道友 你被他们迷惑了 他们哪里是人 分明是两个女鬼 等我打出他们的原形来 给你看看 哼 还想打出我们的原形 我先给你两个大嘴巴 小红趁着 我拦着黄武贞的功夫 啪啪的给了黄武贞两个嘴巴 我没想到小红这么彪悍 会趁我抱住黄武贞的机会 钻了空子 竟然呢 让他偷袭成功了 放肆 黄道长是我既是药堂的坐枕郎中 我冲小红还有小娟喝止 小红听了我的话 吃了一惊 吓得是目瞪口呆 啊 他真是我们药店的郎中啊 那还有假 还不快快向黄道长道歉 小红被我是一顿喝止 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 一脸尴尬的说 黄道长 我没想到 你你是自己人呢 小娟也跟着小红 向黄武贞道歉 黄道长 我们误会了 都是自己人 千万别见怪啊 都是自己人 这 这怎么回事啊 黄武贞本来是一脸的恼火 现在被这两个女人搞得 是一脑袋雾水 脑子一时的转不过弯来 一脸迷茫的看向了我 我笑着说道 黄道长 他们已经契恶重善了 所以我就收留他们 这段时间 他们在外面做善事 没见过黄道长 所以才闹了误会啊 黄武贞听了 点点头 若有所思的说 我明白了 原来是你收养的小鬼 什么小鬼 我们是人 小红不满的 撅起了嘴唇 你们是人 黄武贞又是一脸不解 我们当然是人 你看我们和你们有区别吗 小红是理直气壮的 这时候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一道阳光照了进来 我感到大为奇怪 小红和小娟都是阴灵 光天化日之下 是不能露面的 平时只能是晚上出去 怎么现在不怕阳光了呢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心里面感到有点疑惑 就仔细的看了小红 还有小娟一眼 在这位眼观察下 他们的确和普通人没什么差异 看起来是一模一样 非常的正常 一般人的根本无法认出他们是女鬼 你们就这么在外面跑来跑去的 我有点疑惑的问了一句 是啊 怎么了 小红和小娟一脸不解的看着我 我好奇的问道 你们就不怕阳光了 我们现在是白日鬼 不怕阳光了 小红是非常自豪啊 我知道鬼是有等级的 白日鬼已经算是高级鬼了 因为他们表面上已经和人类没有区别 光天化日之下 也可以混迹在商场街头 和正常人一样休闲勾 如果不作恶 没人知道身边这个人就是鬼 你们这么快就升级到白日鬼了 我不可思议的看着他们 是啊 因为我们做好事啊 小红兴奋的是满脸放光啊 我明白了 小红和小娟这次出去一定做了不少的好事 所以才会升级这么快的 什么白日鬼啊 我爹从药店后面就走了出来 正睡得时懵里懵懂的忽然插了一句嘴 我怎么也不能让我爹知道这俩女人是白日鬼啊 于是呢 连忙打了个马慧眼说 啊 爹 我们开玩笑呢 开玩笑 也不能乱说鬼啊 你是修行的人都忘了几回 我爹说 我爹说到这里 看了小红和小娟一眼说 这两位是 哦 这两位是我们的员工啊 我其中生只撒了一个谎 员工 我们没有员工啊 你什么时候找的员工 我爹被我给搞懵逼了 一脸不解的看着我 啊 是 是这样 咱们药店生意不是越来越好吗 我呢 就雇了两个帮手 以后我们就没那么忙了 我爹听了我的话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的 他看了看小红还有小娟 冷着脸对我说 走 到后面 我有话跟你说 我只好跟着我爹 来到药店后面休息的地方 我爹把门关上 然后气呼呼的说 小子 你有两个钱 开始烧包了是吧 我知道呀 我爹又开始心疼钱了 于是呢 急忙说道 爹 咱们现在生意这么好 又不差那两个钱 请两个帮手 免得你受力啊 我爹冷着脸说 请帮手 我也不反对 可是 你看看 你请的什么人 那两个女的 长得花枝招展的 还有个女的 一看就不正经 我是卖药啊 还是卖人呢 爹 你这思想啊 都老封建了 现在商场 招聘营业员 还专找漂亮的 到你这儿 还不敢要了 稀罕的 我嘟弄的说道 我爹 我爹顶着我的脸说 你小子 别跟我讲嘴 我一看就知道你的滑滑心思 你不是说你是修行的人吗 既然你是修行的人 就不该贪恋女色 要不 要不 你就老老实实的找个正经姑娘结婚去 我被我爹搞得是哭笑不得呀 只好是一本正经的说 爹 你想哪儿去了 就是两个帮手而已 就和商店里面的营业员一样 下了班就走了 哪有那么复杂 你既然找帮手 为啥不找男的 爹 咱们这是做店的生意 男的不是没有耐心吗 咱们也不是没招过男的 黄毛 你看 那不跑了吗 我这么一说 我爹也没话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 没话找话的说 就算是找女帮手 你也不能找这么漂亮的 这两人 哪是当营业员的料啊 你给他们开多少钱的工资才行啊 我听了 黑黑一笑 爹 你不用担心 这两人工资啊 不用你开 我给他们开 因为我知道 无论开多少钱 小红和小娟也不会要 他们是鬼魂 对杨剑的钱呢 是没有用的 我爹想了想 脸上露出一丝坏笑 你给他们开工资 也好 那我就照你说的办 药店 从今天开始 我说了算 你可别插手 钱呢 你一分钱也不能支 我知道啊 我爹又在打坏主意 他大概是担心 我把药店赚的钱 给了小红小娟 想到这里 我忍不住想笑 因为这个药店 我早就不想管了 我爹呢 想全权接管 那更好 我才不愿意 操这份心呢 于是 连忙答应说 好 你以后啊 就是药店大掌柜 我在的时候 就是药店的小伙计 不在的时候啊 您是全权管理药店 我爹高兴了呀 哎 这可是你说的呀 以后 我就全权管理药店了 我和我爹呢 达成了默契 又回到药店 然后 就对小红和小娟说 以后 你们两个 就是济世药店的员工 要听掌柜 和黄道长的话 让你们干什么 你们就干什么 好的 小红和小娟 会议的点点头 然后 小兮兮的 对我爹说 掌柜的 我们现在 需要干什么呀 啊 现在 没啥事 把药店 打扫一下吧 我知道 我爹这是在 没事找事 他大概是 存心折腾折腾 这两个漂亮的营业员 直到 他们自己离开为止 他那点小心思 还是瞒不过我的发言的 小红和小娟 开始利索的 就打扫了起来 不大一会儿 把药店打扫的 是干干净净 这两个女鬼 成了白日鬼之后 对我们药店 帮助很大 因为 他们可以像人类一样 在药店里干活 忙的时候 帮忙抓药 闲的时候 打扫卫生 整天 把药铺打扫得 是干干净净 反而把我给解放了 不用天天 待在药店里面帮忙了 我爹本来 想折腾他们 没想到他们 干活很是卖力 后来呢 也就不忍先折腾他们了 清闲下来之后 我就开始 关注黄毛 没事 我就买点水果什么的 去看看师娘 其实就是 想借机观察一下黄毛 可惜啊 我去了好几次 都没有看到黄毛 师娘也是 有点担心呢 小兵 豆豆到底 干的是什么工作呀 我想呢 师娘一定是起了疑心 连忙说道 哎 其实 豆豆那个工作 也算不上什么工作 就是整天 陪着董事长的公子 喝酒打牌呗 师娘是 若有所思啊 怪不得呢 她忙起来的时候 几天不回家 忙完回来 一睡就是几天 师娘说到这里 忽然又说 也不对啊 她每次回来 好像很累的样子 倒下就睡了 一睡几天 喊都喊不醒啊 难道 陪董事长的公子 吃喝玩乐 会累成这样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听师娘这么一说 我就知道 黄毛最近赌得很厉害 因为赌徒一旦上了赌桌 就没有时间盖你 只要身体能扛得住 一赌几天 都没有问题 但是 我不能实话实说 只能是 替黄毛打马虎呀 师娘 你不知道 陪那些顽固子弟吃喝玩乐 那可不是轻松的事 师娘叹了口气说 哎 这算什么工作呀 我只好 再安慰师娘 没事 师娘 她干烦了 自己就不干了 师娘想了想 不对呀 她每次上班之后 几天不回来 连电话都打不通啊 我知道 国内的赌场 不像国外赌场 那么光明正大的经历 国内的赌场 大多的是地下赌场 进了赌场 就要关闭手机 以免被警方钓鱼 所以 黄毛赌博的时候 是不和外界通电话的 我正打算 编个什么谎话 给黄毛给糊弄过去 忽然听到了 门铃对讲的声音 师娘一听呢 一脸喜色的说 可能是豆豆回来了 师娘通过 对讲门铃一问 果然是黄毛回来了 师娘连忙过去 把房门给打开 不但一会儿 黄毛就进来了 他一路上摇摇晃晃的 就好像是喝醉酒的样子 我仔细一看 黄毛是满脸发青 双门神仙 人明显消瘦了不少 我看他 有点站不稳的样子 就打算过去扶他 忽然 他身边冒出了一个小伙子 很不客气的挡住了我 我一看呢 这小子目光阴沉 态度粗暴 正想发作 黄毛却发作了 别不懂规矩 这是我哥 是你们的大哥 小的不 黄毛冲着身边的人呵斥 小的小的 大哥 那人冲我 低下了脑袋 但是目光却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似乎充满了戒备 黄毛陪着笑脸说 这小子没见过你 不懂事 别和他计较 我见那小子的确是个生面孔 也懒得计较 我扫尸了黄毛一眼 发现他竟然两手空空 那个神秘的皮箱不见了 倒是他身后两个小伙子拎了两个大皮箱 但是这两个皮箱是黄皮箱 一看就是装钱用的 黄毛似乎非常的兴奋 不用说他肯定又赢钱了 但是有疲惫的不行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哥 你先到客厅休息 我就不陪你了 我得先睡一会儿 说着摇摇晃晃地向楼上走去了 诶 你这孩子 你小兵哥在呢 你不陪他聊两句 你就睡觉啊 师娘对着黄毛喊了一声 黄毛头也不回地说 小兵哥是自己人 不用那么客气 我看黄毛的样子 就知道他累得够呛 就笑着对师娘说 诶 让他休息吧 我经常来 的确不用客气 师娘无奈地看着黄毛的背影说 诶 这孩子真是不懂事啊 跟着黄毛的几个随从 把黄毛送到楼上之后 就自动离开了 黄毛喷的一声 关上了门 等他那几个马仔离开之后 我问师娘 师娘 他这一觉 什么时候能醒啊 师娘想了想说 今天肯定是醒不了了 估计到明天下午晚上的时候 哦 那行 那我先走了 黄毛 黄毛关起门 睡觉去了 我再待下去 也没什么意 于是 就起身告辞了 走在路上 我心里面一直不平静啊 黄毛那个 形影不立的皮箱 怎么忽然不见了 那可是 黄毛的命啊 他怎么舍得 把他放下呢 我越想 越觉得有点奇怪啊 而且 黄毛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了 这里面 肯定有很大的问题 可惜 我的道行不够 只知道 他身上有邪气 一时难以窥探 他身上的端倪 黄毛的情况 让我担忧 虽然我不知道 具体是什么事情 但是 我知道 他很危险 因为 他的气色很不好 如果再拖下去的话 恐怕小命 会保不住他 我觉得 于情于理 都要找黄毛谈一次话 听不听 是他的事情 但是 责任 一定要尽到 所以 第二天下午 我又到黄毛家里 等着他起床 因为 我担心这小子 养用足了精神 又到赌场去 想见他一面 也不容易 更别说 是谈话了 反正呢 也没什么事 第二天下午 我就到了黄毛家里 陪着师娘 在客厅看电视 一直等到 下午五六点钟 黄毛还没有起床 有些担心的 问师娘说 他平时 一直都这样啊 是啊 一直是这样 开始的时候 我也挺着急的 这一睡一天一夜 不吃饭 那能行吗 可是 他不开门 我也没办法呀 那 你没给他说 这样对身体不好吗 我说了多少次了 他嘴上大应的 那就是不听啊 等会儿 他起床了 你跟他说说吧 等到晚上的时候 黄毛才起了 见我还在客厅坐着 一脸好奇的说 哥 你还在这坐着呢呀 我呀 在等你呢 我一脸正色的说道 黄毛是 有点惊讶 不是吧 你一直在这等我 不会 找我有事吧 我笑着说道 嘿 你不用紧张 我是下午来过来看师娘 不过 找你呢 是有点事 先吃完饭 咱们再说 师娘早就 做好了晚饭 见黄毛起来 联盟端上了饭菜 黄毛拿出一瓶茅台酒说 哥 咱们两个喝两杯 我本来不想喝酒 可是 今晚要和黄毛 谈一些深入的话题 就打算 跟他喝上两杯 但是 又担心这小子 在酒里下毒 于是 端着酒杯说 跟你喝两杯啊 没关系 可是 你别在酒里搞鬼啊 哎呀 看你说的 我怎么会在酒里搞鬼呢 黄毛知道呀 我孩子记着 他上次给我下腰的事情 尴尬的一笑 你喝不喝 随意 我闻到酒香 就等不及了 说着 端起酒杯来 吱的一声 把一种酒 给喝了个干净 黄毛喝了一种酒之后 似乎觉得不过瘾 又连续 倒了两杯酒喝 然后才 砸把了一下嘴巴 这么好的茅台 你不喝 真是没口福啊 茅台酒的香味 的确的确很是诱人啊 即使是不会喝酒的人 闻到茅台酒的香味 也有想喝酒的冲突 难道 这小子现在 喝茅台喝上瘾了 豆豆 你别光顾着喝酒 这都是你爱吃的 红烧肉 肥肠 扣肉 快 趁热吃啊 师娘关切的 看着黄毛说道 嗯 好好好 黄毛夹起一块红烧肉 放进嘴里 还没吞下 又迫不及待的 夹起了一块肥肠 塞进嘴里 紧接着 又是一块扣肉 吃的是满嘴流油 我一看 黄毛这吃相 十分不一样 就好像是 恶鬼投胎一样 本想呢 跟黄毛合两杯 但是 我越看 越觉得 有点诡异 原先黄毛吃东西 非常挑剔 像这种 肥腻的东西 它是很少吃的 那时候 师父家里面 也不缺茅台酒 他呢 也不感兴趣 只喝啤酒 还有可乐 现在 怎么变成了这样 我感到迷茫不解 就对黄毛和师娘说 哎 你们先吃 我去洗手间里面 洗一下手 说完呢 静止走向洗手间 推开洗手间的房门一看 里面有三个黑影 仔细一看呢 正是 那三个毒鬼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三个毒鬼 我感到 并不奇怪 因为 洗手间是无鬼味 也就是 风水先生们 经常说的病味 是呢 污垢之地 如果家里不干净 有脏东西的话 必然会在洗手间里 这三个毒鬼 是我安排他们 见识黄毛的 所以到了黄毛家里 也只能躲在洗手间里 我到洗手间 洗手是假 其实呢 就是来找 这三个毒鬼的 主人 三个毒鬼 见了我 慌忙的和我打招呼 黄毛最近 在赌场怎么样 我见了他们 低声问道 民国老毒鬼说道 主人 他现在 手气旺得很 从来没有食过手啊 我正想 再问点什么 忽然听到 黄毛在外面 猛敲着喊门 哥 干嘛呢 怎么还酸着门呢 三个毒鬼一听 顿时大惊失色 嗖的一下子 顿入了马桶里 我咳嗽了一声 打开了房门 黄毛见我开门 一头闯了进来 解开裤子 二话不说 对着马桶 吐吐吐的 一泡尿 就浇了进去 我心里面 都是一个机灵 心想 这小子 究竟是 有意的 还是真被尿憋的 怎么这么巧呢 进来就尿 这下子 这三个毒鬼 那可够呛的 黄毛尿完了尿 又到洗手车里面 洗了手 然后 小兮兮的说 嗨 哥 走 喝酒去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害你的 我现在害你 也没用啊 扯淡 你小子 如果再害我 我可饶不了你 我狠狠的 拧了一下 黄毛的耳朵 哎呀呀呀 轻点 轻点 黄毛 都又怎么了 你还想翻天 黄毛 压低了声音说 我现在 可是赌王 你得给我面子 我呸 还赌王呢 我呸了黄毛 一脸的口水 想起帮他在师娘面前打马虎眼 那气势不打一处来 黄毛一本正经的说 我这可不是吹牛皮 不信你到厂子里面去问问 谁不知道我小赌王的名号 你还真的 闯出名号呢 我这心里面 又是一惊啊 嘘 别让我姥姥给听见 黄毛连蒙的嘘了一声 扎住了我的话头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呢 汤来了 师娘冲着我们 喊了一声 我和黄毛 连蒙回到桌上 重新的 在桌子上坐下之后 黄毛又开始 肥吃害喝了起来 一会儿一片肉 一会儿一中酒 吃的是满头大汗 就好像有人和他抢一样 慢点吃 没人和你抢 师娘看着黄毛 那是有点心疼啊 嗯嗯 黄毛是只管吃喝 根本顾不上答话 只是嗡嗡了两声 我看得暗暗奇怪 黄毛这么能吃 也不见他掌标 反而是越来越瘦了 难道是饿死鬼上身 想到这里 我仔细地盯着黄毛的脸 发现他的眉宇间黑气更浓了 这是邪气上身的征兆 可是黄毛的言行思维又非常正常 从这点来看 又不像是邪气上身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暗暗地打开天眼 对着黄毛扫尸了一遍 发现他身上笼罩着一层黑气 不用天眼根本是察觉不出来的 黄毛见我直愣愣地看着他 灵毛举起酒杯说 来 哥 咱们两个喝一喝 好 我举起酒杯 就在我的手碰到他的手的时候 我感到一阵的冰凉 心里面 暮然一惊了 黄毛的手怎么这么冰凉呢 这里面绝对是阴气上身的 民间所说的阴气呢 其实是从阴阳学说上衍生的说法 比如天为阳 地为阴 太阳为阳 月亮为阴 神为阳 妖为阴 男为阳 女为阴 白为阳 黑为阴 正面为阳 反面为阴 活人为阳 死人为阴 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说法 是相对的 因为 整个宇宙中 所有的生命 都是阴阳二气所生 只要是阴阳平衡 就会生态平衡 就可以循环不止 欣欣相容 若是阴阳失调 逼出怪异 所以阴气 并不是单单的指 鬼魂而言的 而是 泛指一切 失去平衡的阴暗力量 我可以肯定 黄毛身上 有阴气上身 它的分量 明显比原先大了很多 胡吃海喝的 等于是 黄毛用自己的能量 来供养着这只邪物 但是 这个阴气 却并不是鬼魂 现在 我还无法确定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奇怪的是 它虽然上了黄毛的身 但是 却并没有控制黄毛 而且黄毛 也不排斥它 二者相处的 还挺融洽 这种关系 有点像狐狸 黄鼠狼之类沉浸 附体在神汉 或者巫婆的身上显灵 但是 这种精灵 都比较低级 我用天眼一看 就可以看出来 可是 黄毛身上 浮的这玩意儿 我却看不出来 这究竟 是个什么东西 我越想 越是好奇 它奶奶的 难道 比用我的等级还高 想到这里 我把手伸进怀里 悄悄地 在猪沙箱挡里 扣了一点猪沙 尝在指甲缝里 主动地举起了酒杯 来 咱们哥俩 再碰一个 黄毛笑嘻嘻地说 好 小兵哥 以后咱俩 是真正的哥们 别再给我当师父了 我趁黄毛说话的时候 手指轻轻一弹 把指甲里面 尝的猪沙粉末 悄悄弹到黄毛的杯里 来 一口闷了 我跟黄毛碰了一下酒杯 端起来 是一饮而尽 黄毛端起来 正要喝呢 却是双手忽然一抖 把一杯酒 全给泼了出去 哎呀 洒了 黄毛不好意思地说道 哎呀 我太激动了 不是故意的哈 哎 我重新买上 说着 联盟给自己 又倒了一杯酒 一口给闷了 我不轻地皱起了眉头啊 对黄毛的反应 产生了怀疑 因为 刚才他在卫生间 对着马桶尿尿 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 那 这次把酒杯里的酒 给撒出去 那就不是无意识的行为了 而是 有意为之 如果黄毛本身的反应 那就是超常反应 因为 黄毛没有修行过 也没有悬术的基础 不可能 有这么灵敏 那么 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是黄毛身上 附着的东西 黄毛见我 皱着眉头看着 似乎呢 很不高兴 联盟说道 好好好 刚才是我不对 我自发两杯好吧 说着 连续给自己 倒了两杯酒 倒一杯 喝一杯 就好像是 喝白开水一样 连一眼 都不带眨一下 师娘见我们 喝得还挺热闹 于是就说道 你们哥俩 先喝吧 我去休息 老年人呢 熬不了夜 师娘不爱喝酒 也就不陪我们了 等师娘一走 我忽然沉下脸 对她说道 豆豆 我老实告诉你 你身上 有邪气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 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成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黄猫听了我的话之后 脸色是悠然一变 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大了个哈哈说 哼 邪气 哥 你喝多了吧 无意来严肃地盯着黄猫的脸说 豆豆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吗 你怎么下去 非常危险 哥 你整天抓鬼抓妖的 大概太紧张了 你看我身上 是鬼魂附体 还是妖狐附体啊 黄猫梳着 把脸往我面前一蹭 还真的把我搞得 很没有意思 黄猫身上 的确不是鬼魂附体 也不是妖狐附体 这些低等灵体 都逃不过我的发言 附在黄猫身上的灵体 应该是一个 更加高等级的灵体 从刚才 黄猫的两次 过激反应来看 这个灵体的手段 很是高明 它并不是 生硬地控制黄猫的思想 而是 让黄猫自然产生 下意识的行为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为 黄猫的所有行为 看起来都很自然 并不像是 被某种东西 控制了大脑 从这一点来看 它比那些 鬼魂妖狐附体 要高明的多了 也就是说 它能够 使黄猫的灵魂 和它高度的气候 相互依损 黄猫对我有 很强的防范之心 就是担心我 对它身上的灵体不利 黄猫为什么 要死死地 护着一个 上身的灵体呢 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思来想去 只有一个可能 这个灵体 和黄猫 在相互利用 达成了某种契约 因为 黄猫从药点出去之后 在赌场上 一帆风顺 很短时间内 居然闯出了 小赌王的名号 这都是 负在他身上 那个邪灵 在帮助他赢钱 以这种形式 发展下去 黄猫还真有可能 成为赌王的 如果那时候 黄猫还活着的话 但是 我担心 黄猫的小身板 撑不到 他当赌王的那一天 因为这个灵体 能力很强 对黄猫的损害 也是很大 我无法确定 黄猫身上灵体的来路 也不好 再对黄猫说什么 我并不是 不敢对这个灵体出手 而是 害怕激怒了黄猫 从此 再也不回家了 那 可就麻烦了 所以 我已不好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 而是对黄猫说 逗逗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 你可以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 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严谨于此 你如果 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来找我 说完 我就起身告辞了 因为黄猫 对我的防粉之心太强了 再待下去 也没有什么意思 黄猫没有吭声 脸上的表情很是古怪 一直目睹我 从他家离开 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我对黄猫 可以说是人之一惊了 若不是下山的时候 是否把他托付给我 我才懒得管他 现在 我把该说的话都说过了 厉害关系 他自己应该清楚 如果他撑不下去了 自然就会来找我 要破的生意 好得不得了 我没想到这个城市 会有这么多生病的人 每天都是络绎不绝的 现在 药店里面 有黄武针坐证 小红和小娟 帮忙抓药 我爹真正的 做起了药坡的掌柜 每天坐在柜台里面 手前算账 我的药坡 基本是帮不上忙了 为了不给他们添乱 我索性 把悄悄一意 搬到药坡外面 没事 就躺在上面 悠哉悠哉的 看看街上的风景 我一眼看过去 就是对面老金的铺子 现在 这条街上 只有两家铺子 生意最火 一家 是老金的算命铺子 另外一家 就是我的祭祀堂 药铺了 不过 老金的生意 似乎没有那么火了 门口不在 有排队的现象 赵六娃也不见了 我经常看到老金 坐在店子里 看着我这边的 祭祀药出神 反观呢 既是唐药铺 人来人往 大有 后来者居上的势头 我觉得 有点奇怪 为什么我的生意好了 老金的生意 就不行了呢 见老金 经常盯着我的药店 我仔细一想 感觉有点不妙 这老金 那可不是一般人 也许 黄武真开始坐枕以后 正病邪病 意义其之 无形前呢 就抢了老金的生意 老金经常盯着我的药店看 肯定是发现了什么端倪 因为药店里面除了我爹是正常人之外 其他三个人都不是正常人 老金正盯着我的店铺出神的时候 却发现我也在看他的店铺 连忙又把头缩了回去 毕竟我和老金没有什么交集 他到鬼市开铺子 做生意的时间也不断了 但是从来没有败过谁的码头 我们呢 从来也没打过招呼 但是时间长了 彼此都能够感觉到对方的分量 一老金的道行 肯定也能够看出 我是悬门中人 至于他和江老头那几场斗法 是不是怀疑到我的头上 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想他现在没什么生意 肯定会记恨我们 因为老金的客户群里面 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得了邪病的 这些人在老金那里治邪病 要花费很高的香油钱 因为老金说他是什么道观出来的人 可是这些得了邪病的患者 到了我们这里 不费摧毁之力 就被黄武针给治好了 而且这里收费很是随意 给多给少都不介意 实在没钱不给也行 这么一来的 无形间就给对面老金带来了压力 我见老金的生意不好 也就不好意思看他 否则呢 他还以为我是在幸灾乐祸的 所以就把悄悄一给搬了回去 反正药店空间大 把糖衣摆在药店里面 没事就在上面 游载上一会儿也挺惬意的 第二天上午的生意 依旧很好 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 我在糖衣上闭目养神 忽然闻到一股浓浓的血腥味 睁眼一看 进来一个雪人 这人是爬着进来 一条腿断了 那条腿就拿在他的手上 雪淋淋的 身后还带着一路的血痕 我们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啊 这是开店以来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病人 我爹连忙说道 你这伤我们可治不了啊 我们这是中药店 不治红伤 你还是去叫个救护车吧 不 我的伤就你们能治 其他医院治不了 那人伤成这样 似乎并不怎么疼痛 而是非常信任地看着黄武针 黄武针的眉头微微一皱 看了那人一眼说 好 我来试试 然后又对小红小娟说 准备诛杀黄纸 听了黄武针的话 我心里一个激励 心想啊 这人腿都断了 画幅能有用吗 忽然又感到不对 打开天眼一看 原来这个浑身是血的病人 竟然不是人 而是鬼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是大为好奇 这个小鬼怎么伤成了这个样子 竟然呢 还知道过来看病 他不会是来闹事的吧 再说 黄武针真能医好他的伤吗 我脑子里面 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 但是最终是一言未发 因为这个血淋漓的东西进来之后 店里面其他顾客都吓得是一红而散 轻刻间跑得干干净净 黄武针 小红和小娟都知道他不是人 只有我爹还蒙在鼓里 所以我也不便熟破 以免给他造成什么不必要的惊吓 只是在一旁冷眼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小红和小娟 为黄武针挑好了朱纱 一脸惊恐的在一边看着 黄武针画了一道奇怪的神符 走到那个伤鬼的面前 一把拽下他手里的断腿 往他的截指上一接 然后呸了一声 想画好的符纸上吐了一口唾沫 然后就把那黄符纸贴在那小鬼的断腿上 用巴掌在那小鬼断腿上拍了拍说 好了 走吧 那小鬼连忙 宠黄武针供了供身子 表示感谢 然后就出门走了 我爹看得很是奇怪 连忙问了黄武针 这个人怎么这么古怪 只好就走了 黄武针笑着说道 掌柜的 这人的钱呢 不能收 因为他不是人 啊 不是人 那他是 我爹 我爹顿时就是一愣了 黄武针笑着说道 他不是洋人 是阴人 听了黄武针的话 我爹顿时吓得是面死发白 半天没有缓过神了 我联盟给我爹 倒了一杯水说 爹 没事 正常 我爹接过茶杯 喝了一口热茶 才缓过劲了 他没想到 大白天的 也能见到鬼 奇怪的是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整整一个下午 一个顾客都没有 当时 我们也没有在意 没想到 第二天上午的生意 也没有往常那么红火了 奇怪的是 到了下午的时候 又来了一个断胳膊的人 他的一条胳膊 从壁弯处就断掉了 就那么塌了着 血淋淋的 另一只手 拿着断臂 走在黄武针的面前 一言不发的 把自己的断臂 就递了上去 点了几个顾客 见了这人的模样 吓得是转身就跑 转眼前 店中的几个顾客 就跑得是干干净净的 我不用看天眼 我也知道他不是人 因为他一进来 就带着一股鬼气 黄武针也是一声不吭 他眼看了一眼 就明白对方的来意 他呢 也是来求医的 黄武针在急事堂出诊 是为了急事救难 自然呢 不管病人是人是鬼 凡事有要求 他都会帮助 他迅速地 画了一道黄腹纸 然后 接过那人半截胳膊 往在臂弯上一接 然后呢 就好像是贴膏药一样 把那张黄腹纸贴在胳膊上 然后 用手绿绿说 好了 走吧 神奇的是 那人的胳膊 瞬间连在了一起 他动了一下胳膊 果然 果然没事的 于是 从黄武针点了点头 然后 转身就出去了 一出门 眨眼见就不见了 我爹看了看黄武针说 这 又是那种人 黄武针笑着说 是啊 他也是阴人 黄武针说的阴人 就是鬼魂的意思 我爹自然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呢 不再闻了 奇怪的是 这个阴人走了之后 又是一下午没有生意 正行生意 最怕的就是邪气冲撞 一旦 被邪气冲撞 生意就会受到影响 这会儿 是中元节 商家不开店门 做生意的原因呢 是因为怕遇到鬼 导致 一年运气不顺 本来呢 我以为这些受伤的鬼 是来闹事的 可是 看起来又不像 因为智商好了之后 他们就走了 但是 一连两天 出现这样的事 我觉得有些奇怪 这种事情 前年遇到一次 那就够怪的 怎么会连续两天 都遇到 缺胳膊断腿的鬼呢 肯定是不正常的 第三天 我多了个心眼 中午吃过午饭 我把翘翘一搬了出来 放在药店门口 躺在上面 假装睡觉 实际上 暗暗地观察着 周围的动静 到了下午两点钟左右 我发现对面的老金 忽然探头向外 看了看 见我躺在药店门口 又把头给缩了回去 我这心里面 默然一动 心想 这事 是不是老金干的 从黄武针来了之后 我一间 抢了老金不少生意 他这心里面 肯定不高兴 再联想到 这两天 老是贼头贼脑的 向我们这边看 不免让我产生了怀疑 他奶奶的呀 老金 难道是想和我斗法吗 这次 我就不躲避他了 躺在药店门口 悄悄椅上假妹 想看看 他玩什么花样 这种事情 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爹肯定会承受不了的 可是 我等了一上午 也没有见到老金有什么动作 药店里 也是平安无事 再也没有出现过 类似的诡异射箭了 也许老金 见好就收了吧 以后会不会再作怪 很难说 因为 我们现在和老金 产生了利益冲突 但是 我并不怕他 老金虽然 有些个道行 但是 在地府派中 地位不高 否则 地府派 也不会派他 抛头露面了 晚上等我爹 和黄武贞走了之后 我对小红 还有小绝说 你们以后 要千万小心 尤其要防着 对面的老金 此人倒行不低 你们虽然 已经修行到了 白日鬼的境界 但是 还是躲不过他的眼睛 小红和小绝一听 顿是大惊失色 小红想了想 理智气壮地说道 我们又没做过坏事 怕他干什么 我见这小红 犯了倔脾气 于是苦口婆心地说 大姐 不是怕他的问题 你们虽然没做坏事 但是毕竟不是人类 说实话 留在阳间 并不是什么好事 稍微遇到一点 有道行的人 随时把你们拿下 你们要是不听话 我就送你们转世好了 好了好了 我听你的话 还不行吗 小红一听 脸膀软了下来 我无奈地 摇了摇头说 嗨 真不知道 你们赖在阳间干什么 你们又不是人 怎么不想着去超生呢 小红说道 上辈子 没修好阴德 即便去超生 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万一 被打入触道 变成猪狗 那就惨了 说实话呀 做鬼 比做人好玩多了 再说 我们也不是一无是处啊 我们还帮你打理药店呢 是啊 我们可以帮你打理药店啊 小绢在一旁 也是帮忙打枪 我知道 这两个女鬼之所以 迟迟不肯去超生 就是希望 为自己多积攒一些功德 一边超生之后 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倒是 比一般的鬼魂 有远见多了 我一脸正色地 对他们说道 既然这样 我得给你们立一下规矩 白天不许在鬼石上转悠 晚上 你们必须藏在药店里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成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小红摆出 一副苦瓜脸说 那不是和坐牢一样 我们白天在药店辛苦 晚上就让我们 出去转悠转悠呗 小绢没有吭声 但是 目光悠悠地看着我 希望我 能让他们 晚上活得自由 我不客气地说 我是为你们好 别以为 你们在外面 转悠了这么久 没出事情 就是天下太平 那 是你们运气好 没有遇到 道行高的坏人 否则 你们早就被抓走 练魂了 小红和小绢 也不说话了 就拿眼睛看着我 这女人 最强大的武器 就是处处可怜 还有忧远的目光 小红和小绢呢 生前都属于是大美人 死后 我依然是美女一个 我被他们 用这样的目光看着 确实是受不了啊 正打算松口 允许他们 晚上出去活动 小红的脸 却忽然变了 不至于吧 不让你们出去 就和我翻脸 我感到是大为的奇怪 小红在我的面前 也没这么大胆呢 可是 在那一瞬间 我看到小红的脸 开始扭曲了起来 非常痛苦的样子 同样表现的 还有小绢 主人 有人要抓我们 快救命啊 小红惊恐的叫了一声 身体 忽然变得模糊了起来 很快的就飘离了起来 同时 飘起的还有小绢 一起向门外飘去 似乎 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 要把他们吸走一样 举鬼术 我大吃一惊 连忙伸手 把他们给抓了回来 小红的小绢 太软在地上 面色惨白 他奶奶的 肯定是老金 竟然敢 在我眼皮子底下抓人 我让你好看 这个老金 真他娘的是不值深险 可能是 做了鬼是阴阳行的老大 已经开始目空一切了 也许是仗着地府派的势力 有恃无恐 竟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抓人 今天我若是不给他点颜色看看 我这要点的生意 算是别瞎做了 一怒之下 我立刻摆起法坛 点上三根清香 两只蜡烛 是开坛做法 拿出一个 叫魂人偶 放在了法坛前 叫魂人偶 非常的特殊 不同于一般硕士用的木偶 但是大小差不多 区别在于 一般的木偶呢 需要掌控对方的生辰靶子 把对手的生辰靶子 写在木偶上 试书后才能攻击对方 缺点是效益比较慢 容易呢 被对方反击 但是 搅魂木偶就不一样了 它不是木偶做的 而是用 搅魂草 扎成的小草人 不需要掌控对方的拔子信息 只要见到对手一面 那就可以 若是知道对手的名字 那就更好 叫一声对方的名字 就可以控制他的灵魂 这种法术 不是一般人可以实施的 必须要 具有一定的道行 即便有这样的道行 也不一定可以练制这样的人物 因为 搅魂草 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草 这个人偶 还是上昆仑之前 太师傅送给我的 一共就给了我三个 上昆仑的时候没有用上 那就剩下了 今天晚上 正好可以试试 这个人偶的威力 我把搅魂人偶摆在法坛上 开始念着作法 然后开始双目为比 收拾反听 全身贯注的 用意念 冥想老金的样子 等我看到 老金的形象 由虚变识 然后慢慢融入木偶之中 我呢 立刻伸出两手 做剑指手印 在眉心鼓上 轻轻一擦 双目陡然远征 盯着人偶大喝一声 老金 站起来 书着 把手中剑指 虚空向人偶一戳 躺在法坛上的人偶 就好像是活了一样 一下子站了起来 但是 人偶站起来之后 还不老实 趁都不停地挣扎 我知道 老金不甘心被我摆布 自然是要用他的能力 和我对抗 可是 现在已经晚了 他已经被我控制 撑了我 案板上的鱼 再这么挣扎 那也是徒劳我意的 老金 做人不可欺人太甚 你三番两次 拒来小鬼 到我店里 坏我生意 还敢在我眼皮子底下 抓我的人 哼 那我只能对你不客气了 即便是我要不了你的命 也要废了你 说着 我把剑指对着人偶 虚空一戳 人偶的一个胳膊 也就断了 但是 还在不停地挣扎 不用指印 对着才虚空一谈 整个人偶 就飞出了法坛 与此同时呢 我听到外面 传来一声惨叫 这声音 正是来自于对面的铺子 我知道 老金已经残废 此刻已经丧失了攻击的能力 于是 对小红和小娟说 两位姐姐 该你们出气了 记住 别给她弄死 留下一条小命 小红小娟一听 脸上露出了恨恨的表情 两人对视一眼之后 嗖的一声 就没影了 接着 我又听到外面传来 啊呀啊呀的惨叫啊 我这心中已经 有点后悔 让小红和小娟出去了 万一他们下手没个轻重 把老金给搞死 那就不好了 我正担心呢 小红和小娟已经回来 嘻嘻哈哈的笑个不停 怎么样 没把老金给弄死吧 我有点担心呢 因为他罪不至死 我只是想教训他一下 没死 胳膊断了 再吐血 我都不忍心下手 但是想着他无缘无故的来抓我们 我还是挠了他两下爪子 小红笑嘻嘻地说道 小娟说 我看他已经那样了 就没忍心下手 我满意地点点头啊 立刻就撤了发弹 第二天 我发现老金的铺子 已经关门大吉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 鬼市阴阳行里 流传着老金的传言 说老金昨天晚上 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像被车给撞了 胳膊被撞断了 不大一会儿 江老头就已经过来 一脸好奇地看着我呀 小老弟啊 老金昨晚出事 你知道吧 哦 老金 出什么事来 我故意装起了糊涂 江老头说 哎 听说呀 他出了车祸 把胳膊给撞断了 老金不是能预知生死吗 怎么连自己这点小灾 都躲不了啊 江老头听了我的话 摇了摇头啊 我也觉得奇怪 很意外呀 江老头说到这里 又看了看我 压低声音说 小老弟啊 老金这一跤 低得不轻 估计 再也爬不起来了 以后 这条街的老大 那就是你呀 别瞎说 我可不想当什么老大 我瞪了着江老头一眼 江老头 黑黑一笑 嘿嘿嘿 我小的 小的 我见江老头 小的很是诡异 正想解释点什么 忽然手机响了 拿起手机一看 原来是黄毛 哥 晚上有时间吗 黄毛的声音 有点沙哑疲惫 显得是有气无力的 黄毛离开之后 轻易的不会给我打电话的 可能是顶不住了 于是我连忙说道 哦 有时间了 你怎么样 需要帮助吗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成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渝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哥 你晚上回来一趟吧 有事 黄毛的声音 不但疲惫思压 而且很是沉默 也没有多余的话 直接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意识到 黄毛的情况很不好 这声音和他平时反差很大 这小子平时嘻嘻哈哈的 现在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虽然呢 有点吃惊 但是 我还是很高兴的 他能够醒悟过来 还不算晚 至少 他可以配合我 帮他取鞋了 我做了 充分的准备 因为 我预感到 附在黄毛身上的鞋物 非常强大 我多次用天眼 都看不清 他的本来面目 所以 能不能降服他 心里面 并没有什么把握 到了下午 我早早的 像黄毛居住的小区感觉 到了黄毛的家 天还没有黑 黄毛已经在家中等我 我一见 黄毛的样子 顿时吓了一跳 短短几天的时间 几乎瘦成了一个窟窿 只剩下了 两只厚子眼睛 还是贼亮贼亮的 我下意识地 用天眼扫了他一下 发现他 全身笼罩着一层黑气 师娘给我 起了一杯茶 我一杯茶还没喝完 黄毛就舍了 走 我们去外面探 我看了师娘一眼 知道这事 不能让他知道 于是 就和黄毛站了起来 咋回事啊 小兵看来 你们就要出去 师娘不解地问道 姥姥 我和小兵哥 出去办点事 你不用管我们 晚上我们 在外面吃点 我跟着黄毛 来到停车场 黄毛打了个手势 他的司机 立刻把车 开到了我们的身边 我们上了车 黄毛呢 也没有交代司机 要去哪里 司机也不直声 只顾一路 把车开了出去 我不仅是有点疑惑 就问他 哎 我们去哪儿啊 咱们找个屁性的地方 边吃边说 果然呢 我们坐的车子 在闹市穿了好几条街之后 离开闹市 想交去时去了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我们的车 进了一个农庄 类似于农家乐那样的山庄 下了车之后 我才发现 这里的确非常偏僻 好像在一个山沟里 晚上也看不出 这风景是好是坏 估计风景应该不错吧 否则呢 也不会搞农家乐了 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 鸡毛的迎了过来 老远就喊道 哎呦 小老板来了 欢迎欢迎 快 里面请里面请 老曹 最近有啥新鲜的野味没有啊 现在不是季节 新鲜野味只有田鸡 不过吐鸡兔子倒是也有 那个叫老曹的中年男子 回答了黄毛的问题 我就这两个人 似乎很熟悉 那位叫老曹的中年男子呢 一看就是山庄的老板 黄毛说道 那就给我们弄几个好菜吧 捡你们最好的上 我们就三个人 好嘞好嘞 里面请 山庄老板急忙把我们 倾进了屋里 接着就让人给我们上了茶水 黄毛一边喝茶 一边说道 这个山庄老板人不错 我在这里打过牌 也吃过几次饭 黄毛怎么一介绍 我心中顿声明朗 这个山庄很可能就是一个地下赌场 怪不得这么偏僻 不过今晚这里好像没有开赌 因为这里没什么客人 我们喝了大约半个小时的茶 菜呢就端了上来 干锅田鸡 蘑菇炖土鸡 这些呢 具有山庄特色的菜 一个一个就端了上来 菜上去之后 黄毛身边那位司机 开始给我们倒上酒 黄毛端起酒杯说 哥 咱俩先喝一个 我举起杯子和黄毛碰了碰 放下酒杯 黄毛又开始招呼我吃菜 说实话呀 这个山庄的菜烧的口味还不错 尤其是这个土鸡炖蘑菇 味道很是纯正 黄毛不说自己的事 我也不好开口问他 毕竟身边还有一个司机 有些话呢 也不好开口说 所以我也不着急 干脆是吃饱了再说 我们一边吃 一边喝酒 黄毛依然是能吃能喝 可是 却依然也是越来越瘦 等吃的差不多了 黄毛对身边司机说 我跟我哥说点重要的事 你先回避一下 那位司机一听 识趣的就退了出去 并且关上了房门 等司机出去之后 黄毛才看着我 有点沙哑的说 哥 你得救我呀 我点了点头说 是不是撑不住了 我今天就是来救你的 黄毛听了我的话 欣喜的说 好哥哥 那你借我点钱吧 什么 你又要借钱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你上次借的三千万 还没还清呢 我是大感意外 还以为这小子让我是帮他驱邪 没想到这小子居然是找我借钱 我借钱 你还不知道用了干嘛呀 肯定是要压住啊 你不是赌王吗 怎么赌着赌着就没钱了 我是大为奇怪 黄毛自负的说 我当然是赌王 而且就没输过 那你为什么还要借钱呢 哥 你不懂 你就说借不借吧 我见黄毛有点着急 于是就说道 嗯 你要多少 六千万 至少需要六千万 六千万 你当我是开印钞厂的呀 我一听呢 顿时是吓了一跳啊 黄毛说道 你不是钱来得容易吗 第一个妇人要个几千万不就来了 你说的简单 你以为是绑架 伤天害理的事 我可看不出来 我瞪了黄毛一眼说道 黄毛 叹了一口气呀 哎 看来你救不了我呀 说到这里 他倒了一杯酒 一脸苦涩的喝了下去 我看着黄毛的样子 心里面也有点不忍呢 你现在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 你的身上有问题 有大问题 黄毛的脸色 很是难看 在那一瞬间 我看到他的表情 非常的古怪 有一种 诡异莫测的感觉 他为我 倒了一杯酒说 哥 咱不说这个了 喝酒 来 咱们哥们俩 碰一个 我陪着黄毛 端起了酒杯 和黄毛碰了一下 一口 把酒杯里的酒 喝了下去 就在我 刚把酒 吞进肚子的时候 忽然感到 拿酒杯的手指 一阵的剧痛 低头一看中指上 爬着一个金色的虫子 半截身子 已经钻进了我的手指里 我一看 顿是大吃一惊了 黄毛伸手 想把他坠下来 可是 已经来不及了 我只感到 一阵麻酥酥的感觉 他很快地 钻进了我的中指 爬进了我的手掌 顺着我的血管 进入了我的胳膊 所到之处 把我的皮肤 都找得是 金光 闪闪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渝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我大张的嘴巴 惊讶地看着 自己闪光的胳膊 在那一瞬间 我完全忘记了 自己的存在 只是呆呆地 看着自己的胳膊 由闪光 变得暗淡了下来 随即 一层黑气 笼罩在我的身上 巨大的寒流 把我给包裹了起来 冷得我是 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我下意识地 想抗拒他 却忽然看到 五脏六腑 被撕咬吞噬一般的剧痛 剧烈的疼痛 使我猛得一晃 差点栽倒在地上 我急忙用手 扶着了桌子 忍不住 是猛得一掺的 吐出了一口鲜血 小兵哥 别对抗 顺着他 顺着他 就没那么难受了 黄毛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惊喜 可是 这惊喜之中 又带着惊恐 不安 不忍心 甚至 还有一些怜悯的感觉 总之 神情是极为的复杂 还有古怪 你小子 又安算我 我抬起头来 捂着撕裂般的心口 艰难地问道 哥 哥 我 我 我不是故意的呀 黄毛紧紧地 盯着我的脸 吓得 结结巴巴的 欲不成声 浑身贪软地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我无法想象 自己的表情 有多么的正义 分心事骨的疼痛 让我又毁灭 整个世界的想法 因为 我无法忍受这一切 只听到自己的牙齿 是咬得 搁吱搁吱的作响 一把 抓起黄毛 喝吻头 你 为什么要害我 哥 哥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呀 黄毛声音颤抖 带着哭笑 我哪里对不住你 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害我 我抓住他的衣领 拾紧地摇晃着 我想不明白 我对黄毛 像兄弟一样 没想到 他对我使出了 这么毒辣的手段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黄毛吓得是 大汗淋漓 极度地恐惧 在我的手里 瘫软成了一团烂泥 我低头一看 黄毛的胸口衣服 已经被我抓了 手指像鹰爪一样 深深地掐向了他的皮肉 我感触到 他的胸骨 是那么的脆弱 只要我 稍微再用一点力气 他的胸骨 就会被我全部捏裂的 也许 我已经变成了一头 愤怒的猛兽 随时都有发疯的可能 要捏死黄毛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般容易 哥 哥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黄毛眼泪汪汪的 居然哭了起来 就好像一只瘦弱的小猫一样 可燃巴巴的看着我 目光里面充满了哀求 我摇了摇头说 师父把你托付给我 我处处关照你 可是你竟然害我 我 我不想害你 可是我不害你 我就得死 我也没有办法呀 黄毛说到这里 放声大哭了起来 听了黄毛的话 我心里面猛然一动 紧紧地咬着牙齿 不是自己安静下来 也许黄毛他害我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看着黄毛可怜巴巴的样子 我放松了手上的力道 我不杀你 因为我一直把你打兄弟看 可是你为什么要害我 黄毛听了我的话 顿时泪流满面地说 哥 我对不起你 你杀了我吧 黄毛说到这里 一咬牙 闭上了眼睛 泪水 犹如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就落了下来 看到黄毛 只求素死的模样 握着心软了 摇了摇头 哭笑说道 我不会杀你 因为我答应过师父 要照顾你 也许 这就是最好的照顾方式吧 说到这里 我身子猛然一颤 忍不住 又呕的一声 吐出了一口鲜血 哥 你怎么样了 你顺着它 顺着它就不会死了 黄毛惊慌失措地 扶住了我的身子 顺着它 不会死 我擦了一把 嘴唇上的血迹 哥 你听我的 至少 暂时死不了啊 你身体好 可以扛一阵子 我就是受不了 才转嫁给你的 这 就是你身上的东西 转嫁给了我 黄毛没有说话 一脸惭愧地点了点头 我忽然明白 黄毛为什么要害我了 原来是他把自己身上的东西 转嫁给了我 我无奈地苦笑 我不怪你 我只想知道 你给我吓的是什么蛊虫 金蝉蛾王 黄毛有点心虚地说的 金蝉蛾王 我哭笑了一声 这东西是什么玩意儿 我只听过金蝉 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东西了 因为它是五毒之王 据说炼制金蝉蛊虫的时候 要在巨大的陶翁里面装上成千上万的五毒 所谓的五毒就是五种剧烈的毒虫 蝎子 五肱 蝉蛇 毒蛇 庇护 这五种毒虫 都是巫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一物两品种 把他们装进陶翁里面给密封起来 巫师每天在陶翁边上击鼓念舟 使里面的毒虫烦躁不安相互攻击 以各自为劣势对象 经过长时间的剂脸之后 里面的毒虫相互残杀干净 只剩下一条毒虫 它就是最后的王者 这条剩下的毒虫 可能是蝎子 也可能是五肱 或者是蝉蛇 亦或者是毒蛇 总之 这五类毒虫都有机会获胜 获胜的毒虫 不再是原来的模样 而是变成了一条金灿灿的虫子 这个虫子就是金蝉 蛊虫里以五毒为首 金蝉为王 也就是说 在蛊虫的世界中 五毒是最厉害的 各种蛊虫都得以五毒为首领 但是更厉害的却是金蝉 因为金蝉是五毒里面厮杀出来的变异虫王 想到这里 我露出了一丝残酷的微笑 因为不知道我身上这个金蝉蛾王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我知道它一定比金蝉还要厉害 因为它是金蝉生命达到极限之后不甘心老死 于是突破生命极限脱胎重生的变异体 自然比金蝉更加的厉害 金蝉蛾王很厉害吧 我说着嘴角又移除了鲜血 哥 你为什么不顺重它呢 你顺重了它 它就不咬你啊 金蝉蛾王是万年 是万年修行的虫神啊 黄毛见我万分痛苦的样子 顿时痛心疾首 它本想说金蝉蛾王是万年虫妖 忽然想到了忌讳 它似乎极为的害怕 连忙改口说是万年虫神 豆豆 现在这个虫子到了我的身上 你就没事了吧 黄毛听了 泪流满面 连连点头 可是这一刻 我可以看得出来 黄毛是善良的 你没事就好 有事 哥替你挡着 我的鼻孔也开始流血了 哥 我对不起你 让我去死吧 黄毛一脸惭愧地流着眼泪 一下子跪在了我的面前 一副痛不欲生的模样 别怕 豆豆 你不是说我不会死吗 我死不了的 我惨笑着说的 哥 你这么倔强 他征服不了你 会咬死你 你会死的 黄毛哭着 像我说的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观看